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一想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您好 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 我是卢卡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我们盼望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 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 还有应许 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 还有生命低谷 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 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 安慰还有医治 可以让他们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 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 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 同样是张传灵传道 他在上一回与我们分享了 他在年轻的时候 与上帝拉扯 决定要觉知 不觉知 要奉献 不奉献自己的生命 这样子的 生命经历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他在服事过程中 所经历到的上帝作为 传灵姐您好 您好 我们上次听到您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您经历到仿佛是约伯一般的经历 您经历到了亲朋好友的奏事 您也经历到了自己的身体 其实有很多的状况 但是得蒙医治 您不再问上帝这些 为什么为什么的这些生命经验 但后来您在服事的时候 您说您好像也有一些挫折与困难 可不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是怎样的挫折与困难 我神学院毕业第二年就到了华安堂 然后开始就是学习做一个传道人 那在服事的过程里面 就是因为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才28岁 所以一个20几岁的人 那进到一个服事的工厂里面 其实我记得我刚到华安堂的时候 那我就不断的去问别人说 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 所以呢我就为我自己定下了一个标准 就是7-11 就是任何时候 只要我的弟兄姐妹需要我 我一定在那里 那所以我进到这样的服事里以后 我就拼命的工作 因为只要有人需要 我都尽力去想办法 所以常常有时候半夜 遇到有人打电话来 比方起针子 需要有人去帮忙 那我也会赶去 那有人生病我也会赶去 或者呢遇到有人有困难 好有需要 然后呢比方说住到我家来 好那就是尽心尽意去服事 可是也因为 好给自己定了一个这么高的标准 那加上我求好心切 所以8年下来 其实就burn out 所谓burn out就是说 整个人的精神耗弱 因为就体力 被榨干了 对体力不值 那我也不了解 只是知道 只是知道自己说 哎怎么脾气更坏 好 就像我小时候曾经经历 就因为坏脾气 不能荣耀神 好就不敢奉献 可是呢 在这么多年的服事里 经过自己生命的成长的一些修整啊 改善啊 好像做了一些的调整 可是呢 在我拼命工作 拼命服事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期待下面 可是又开始 就是发现我自己的脾气越来越坏 好 个性越来越急 然后呢 越来越没有办法容忍 就是任何的拖延 或者是一些的问题 好 那所以 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的挫折 怎么又变成这么糟糕 那可是还好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好 因为中师其实 他是我的老师 好 也像是父亲一样 他非常鼓励我们读书 所以刚好在这个转折点里 所以他就鼓励我出去读书 好 就说 也许休息一下 好 换一个环境 然后读书 好 也许可以做一些自我的调整 所以呢 也就有机会就 到国外去读书 嗯 那也是 其实也是很多的恩典 好 就是非常顺利 然后就到了国外 然后呢 也很幸运的就学了心理治疗 好 本来我出去是预备读宗教教育 嗯 可是呢 后来因为学校开不成课 所以学校就希望我能够转系 所以呢 就转到了教育心理 那读教育心理的时候才发现说 哎 心理治疗 其实不但一个是可以去处理我自己 就是说的 自我照顾 或者说我的性格急躁 好 或者没有耐性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可以去帮助别人 因为其实在过去的八年里面 我在服侍 教会的牧养里头 其实是发现 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我想要帮忙 可是帮不上忙 但是呢 有机会呢 去学心理治疗这一块 我觉得更能够贴近人的需要 然后更能明白 怎么样去 从对方的需要里去帮助他 那当然最大的帮助是先对我自己 因为我们其实学心理治疗 第一个要对付的是自我 嗯 所以呢 我开始了解自己 好 比方说 就像我说 我了解我自己个性急躁 然后了解自己 没有耐性 所以呢 我就去学习修整 处理自己的个性急 然后脾气不好 好 容易动路 好 没有耐性 然后就是 有很多的技巧跟方法 去帮助我去调整 或者改善 我自己在 人际之间相处的时候 当我个性急躁的时候 怎么样去 在那个 节骨眼上 可以暂停 好 以至于呢 在处理好情绪下面 用理性的态度 可以比较有效的沟通 所以这一些 好 就是学习 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不但帮助我自己 也能够帮助别人 而更重要的 其实我了解一件事情 叫做爱人如己 我就更明白上帝在教导 因为他的最大的命令嘛 诫命就是第一个要爱神 尽心尽义尽力 爱主你的神 那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我以前一直对爱人如己 这四个字的命令下 我以为就是说 我要牺牲自己去爱别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bur out的原因 那后来我比较了解 其实神帮助我认识了我自己 发现说爱人如己 就是说 我看到自己本身的缺点 看到自己本身的需要 而当我学习 先认识自己的需要 认识自己的缺点以后 那我去处理它 那我因为学会了包容自己 其实我就学会了包容别人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整个人的个性 做了一些的调整 所以懂得怎么样去 在别人有缺乏 或者是有不足的时候 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认识自己 然后借着包容接纳 然后帮助他去调整 而能够去改善 那个人在人生里面 自我的一些期许对待 或者是规划 那有了很多的改变 我觉得这是我在进到服饰里面 然后经过学习 然后做了很多的 就是调整跟改善 然后以至于帮助我 可以继续在这一条服饰的道路上 可以越走越喜乐 越走就是越平安 是呢 当您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您有遇过什么困难吗 或者是遇到什么 经历上帝恩典的过程吗 那当然那就说不完太多了 比方说我们出国读书 我还记得我刚要准备出国的时候 有人就跟我讲说 去读一个硕士就够了 可是其实那个时候 周牧师是盼望我们能够多读点书 所以我心里面打定了主意 是要去读博士 读完硕士以后要继续攻博士 可是就有人挑战就跟我讲说 读博士是一个 就是金钱与毅力的战争 那当时我还觉得还蛮不服气 我就想瞧不起我 然后上帝是我的供应 他是一华以乐的神 金钱根本我不需要担忧 那毅力呢也是上帝给的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等到读书的时候 进到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的时候 才发现说真的不是骗人的 那真的是一个金钱跟毅力的一个争战 特别是我在美国 因为我刚开始有拿到奖学金 然后后来因为继续读下去嘛 那读到第五年的时候 我的奖学金就结束了 所以呢我记得当我奖学金结束的时候 可是我的课是还没有结束 那我基本上大概需要 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才有办法毕业 所以我记得我就回头去跟系所 就看申请能不能够再拿到奖学金 可是呢系所就告诉我 说的因为他们已经给了我五年了 所以呢我已经拿到了 就是这个恩典了 那学校预备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不再是他们协助的一个对象 那我当时也觉得说 好吧那我就回来 就是靠神或者省吃俭用 撑过一年半 应该是可以的 可是事实上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其实虽然我信心满满 可是呢我也知道 没有钱的那种恐惧跟担忧 所以呢当我的同学告诉我说 你可以就是有别的同学拿到奖学金 然后你可以再去申请 所以我又进去找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那个所长 可是呢我记得我总共进去了七遍 我的所长都跟我说没有 所以要到第七次的时候 我其实整个人就非常的沮丧 我就跟我同学讲说 不要再打电话了 不要再告诉我了 我不要再去要了 我觉得我自己像乞丐 好我觉得不要去 不要靠人我要靠神 那也就在这个时候非常奇妙 就是隔了一个礼拜 因为我其实已经觉得无望了 那我已经开始准备 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审吃俭用的方案 可是呢就在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的秘书突然打电话跟我 就跟我讲说 张主任你知道吗 我帮你要到奖学金 我当时还非常的惊奇 我说你怎么要到的 后来我的我们系上的秘书 就跟我讲说 他说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所以呢我就进去找定 好找我们的那个就是所长 院长 院长 然后后来 后来他说院长整整看了他三分钟 然后就说好吧给他 好所以也就是这样 就说当我们 你常常发现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就是路的尽头 其实就是神的开始 那当我们用人的方法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就是一直循环 在那个挫折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在我写论文的时候 也是遇到同样的瓶颈 我记得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就写论文 其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当时因为我其实 在1993年的时候 我回到台湾来实习 那很幸运的 就是得到了一个 就是工作的机会 就有机会进到交大去 那可是呢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毕业 所以呢 交大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 你回去把论文写完 然后呢 回来 他们就会让我有机会 也许有机会进到交大去工作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回到美国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老师讲 我说我已经拿到聘书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赶快让我毕业 所以我信心满满 而且其实论文 我已经差不多 几乎已经写完了 整个的实验是在台湾做的 因为我们是用台湾的大学生 做我的实验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 我就带着所有的成果 回到美国预备把它写完 那我本来的计划是三个月就可以写完 那我记得回去跟我的指导教授 还有就是我的统计老师 讨论完了以后 我觉得三个月把它写完是没问题 所以我就信誓旦旦的告诉交大 说我三个月就可以回来 那结果没有想到三个月以后 我的统计老师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就必须要从头做起 所以呢就没有办法结束 那要从头开始 我记得我当时也是非常的挫折 觉得说 上帝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那可是没有想到 第一个问题开始 就开始有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那我就变成 每一个月都必须打电话 回到交大 跟他们讲说 我没有办法完成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 每个礼拜三晚上 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那其实当时我们所有 我们那个教会其实就是一个留学生的教会 所以所有的同学都在写论文 有的写硕士论文 有的写博士论文 那我记得每个礼拜 牧师就问我们说有什么带导 他问每一个人的时候 大家都说 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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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困难有困难有困难 然后又需要祷告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就去祷告 然后呢 每个礼拜祷告完了 大家就带着盼望回去 那第二个礼拜又愁眉苦脸回来 就这样反复反复 因为本来我说三个月可以毕业 可还没想到半年也没有毕业 然后呢还要再延续 甚至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你既然是在美国读书 你的论文必须要投稿 所以一定要写着跟美国人一样 我还那个时候跟老师讲 我就不是美国人 我怎么可能写着跟美国人一样 可是我的老师说 不行 就是要写着跟美国人一样 我觉得真的挫折万分 然后而且呢 本来呢如果说没有交大的这个约聘的话 那我不需要丢脸到台湾 可是呢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所以我每个月都需要去报告 告诉人家说 我写论文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我觉得痛苦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时候 然后呢我就想说 就再一次回到 我当年在神学院面对母亲过世 面对我没有办法理解 约伯的困难 虽然过去有这样的经历 好像了解了 但是呢 当我面对挫折的时候 再一次遇到我人生 甚至信仰上的一个瓶颈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就去读这些痛苦的书 我记得我看到第一本痛苦的书 它居然告诉我说 痛苦是一个礼物 因为在那个书里面就讲到说 很多麻风病的病人 因为他们就是末梢神经 失去痛觉 所以他们常常就会 涉入危险 而造成劫肢 所以痛苦是帮助我们避免危险 而那是上帝给人的礼物 对我来讲 痛苦这么难耐 怎么会是一个礼物 后来我又读了一本书 在那书里就听到一个见证 那见证里面 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学生 他在面对许多的困难以后 居然他没有问题要问神 可是我却充满了问题问上帝 所以在这个时节 我就回头来问我自己说 为什么他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我记得我问了我自己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张传伟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那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那个根深蒂固的 自动的答案就是 因为上帝爱我 所以我就问我自己说 既然你信耶稣是因为上帝爱你 上帝拯救你 那不是因为神对你好坏 所以你相信耶稣 所以我就问了我自己 第二个问题 张传伟你为什么要奉献给神 可是当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立刻自动化的答案也是 因为神爱世人 那我愿意奉献给神 是我愿意去爱神所爱的人 去让那些人认识神 所以也不是因为神对我好坏 所以这样的一个深自的反省 让我整个生命就往前跨了一步 所以信仰对我来说 虽然我三岁信主 四十几年的生命经历 然后二十五岁奉献 做传道人 将近二十多年的服侍经历 却没有办法去让我面对困难 而在困难的时候 我竟然回头会质疑上帝 却忘记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恩典 所以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 神的挑战当中 那后来当然就是论文顺利完成 顺利毕业 然后回到台湾 可是也因为这些经历 让我在生命当中 神的回答 让我的生命经历 有了更深的跨越 跟更深的体会 这也是帮助我 后来回到台湾 继续在这个服侍里面 即使是面对了困难 因为每一次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回头问我自己 为什么 然后为自己找答案 当我在答案当中 重新去看到神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神的恩典 因为神所让我所经历的恩典 常常都是我眼睛没有 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然后也 我的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神所给我的答案 甚至呢 神常向我挑战 把我自己的生命 把我的需要交托给神 其实试试看他 常常我所得到的 都是上肩下流 充满了丰盛 所以在这么多丰富的经历里头 那其实也带我走过 在我服侍的路上 遭遇的很多的一些的困难 或者是挫折 以至于我可以 不断的 就是更新 不断的 就是再结再历的 在这一条 服侍的道路上 涌往前进 因为我知道神爱我 神从来 不会让我 掉进一个 我不能够解决的问题 只有当我把我的问题 把我的需要 交在神面前的时候 常常就是 应声而解 然后呢 在这历程当中 让我学习到 更多的依靠神 也更多的仰望神 是 那传灵姐 我想问 您从美国 念完了博士以后 回到台湾 您就回到教会服侍吗 还是您有其他的工作 其实我 一方面是在学校里头 神后来带我走进校园 然后在校园当中 成为我一个传福音的合场 所以我有机会 就进到了大学去工作 因为其实当初 为什么会去读书 读书的原因 那个时候是因为 在华严堂 我们面对台大 其实华严堂 最主要的目标 是希望能向台大的学生 能够像 面对那么多的年轻人 那希望带领 他们能够信主 可是当年 我们走进校园 传福音不是那么的容易 所以出去读一个学位 然后能够进到校园 去读书 然后可以 借着在校园教学的 一个方便性 可以带更多的学生 年轻人信耶稣 其实那是神 在我生命当中 带领我走进的 另外一个合场 所以回到台湾以后 我就进到了大学区 将近教了20年的书 那有机会 就是借着我所学的 接触年轻人 接触学生 帮助学生 带领他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认识神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神的恩典跟帮助 是那对您而言 在教会里面服事 以及在学校里面 从事教职 带领学生 这种不一样的服事 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对您而言 在学校里面 我们面对比较多的是 没有信主的 比较是第一线 传福音的工作 帮助学生有机会 听到福音 后来也是因为 我的神学院的学历 或者在学校的 教学的一个资格 所以我其实 不管是在清华 或者在阳明 我都有机会开 圣经与人生这一门课 一方面也是大学比较开放 所以呢 在大学的老师 其实也有 就是就能够去教导 用圣经 其实像我们的课程 就是圣经 是我们的教教科书 所以有机会开课 那也蛮多学生来 就是就是选这个课程 那我教了很多年 教了十几年 就是圣经与人生 这个课程 那也在这课程当中 就帮学生有机会 就听见福音 那教会 我做的工作 比较多是训练跟教育 所以比较多是 陪伴弟兄姐妹 生命的成长 其实纵使我在 学校工作的这二十年 其实我同样也在教会 参与福事 那那个时候我就 参与在教会的执事会 跟董事会 就是帮忙做教会的一些策略啊 或者是一些组织啊 或者说是在一些 福事的工作上 做辅导 那两者之间 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 就是刚好有机会 不管是把我神学院学的 或者是把我后来 从心理治疗 这个这个 肺炎里头所学的东西 范畴里面学的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环线给上帝 在神的各样的工作里头 就是去把我自己 投身在其中去帮助人 是我们在 刚才听到了传灵姐 她从美国念书回来之后 她并没有全职的 在教会里面服事 但在校园里 在她的新的职场上面 她找到了 另外一种服事上帝 服事神的方法 同样也为神所用 我想不知道听众朋友们 您是否也有您自己的专业 在专业领域里 您是否也有 另外的一片天 不过在这片天里 同样也是上帝 所赏赐于您的 服事上帝 未必要在神的家中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家庭 也同样是很好 服事神的地方 给我千百个 放弃的理由 我还是选择 跟随你脚步 虽不容易 还是愿意 这是我一生的抉择 给我千百个 退缩的理由 我还是选择 我还是选择 是假的道路 虽有困难 绝不回头 这是我一生的 却曾 却曾 祝我愿意 献上自己 不再多多苍苍 逃避你身影 给我勇气 回忆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荣耀你 常灵姐 您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中 有提到一位 我想影响您 甚深的一位人物 那这位牧师 他也是一位 非常知名 在台湾非常有名的牧师 也就是周莲华牧师 我想 在环堂聚会的人 都会叫他一生 周霸 那您可不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位周霸 周牧师 他是怎么样子 影响你呢 周牧师 其实是我神学院的老师 然后到了华恩堂的时候 他就变成我的 就是主任牧师 好 就是我的同工 那其实周牧师 对每一个同工 或者对他的学生 他就又像老师 又像爸爸 好 所以我们都常常讲说 如私如妇 他非常鼓励人读书 因为其实周牧师 自己就很爱读书 我其实到环堂的时候 周牧师那年 已经满60岁 可是以一个60岁的人来讲 他却不断的学习 他最让我们学到 看到惊讶的一部分说 那个时候开始发展电脑 那其实周牧师 以前不懂电脑 可是他就用每一个 等飞机 坐飞机的时间 就买了 就是电脑的书 就一本书 一本书的看 一个字一个字的学 甚至呢 他学习怎么借着电脑打字 他所有的 后来他的这些著作 都是他自己 一个字一个字打下去 那这种学习向上 或者不嫌自己年纪大 而不断学习的这个精神 其实给所有我们这些 跟他一起同工 作为他的学生的这些人 很大的一个祝福跟榜样 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变得很喜欢读书 鼓励人读书 然后鼓励人学习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 就是说纵使 就是说像在我这个年龄 就说的 我们从就是P2开始 大磁碟片变小磁碟片 然后变USB 然后呢变成就是 所谓的云端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讲 或者甚至像COVID-19的时候 那个整个变成网路的聚会 很多因应那些网路的 这些APP的时候 其实都给我们 很好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努力学习 不断的学习 那其实在整个的服饰里 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不会认为 一个新东西很难 而是只要你潜心去学习 你都会 就是能够成功 或者能够胜过 比方说 除了这个学习上 周牧师给我很大的 一个影响以外 那其实我觉得 从周牧师还学了两个功课 一个呢就是怎么做好仆人 我觉得 很多人不认识周牧师 可是我们这些同工 跟着周牧师身边工作的这些人 其实是真的看到他 身体力行 就比方周牧师非常看重时间 每一个崇拜 他都不是说到崇拜的时间才出现 他总是早半个小时 那早半个小时 他就进来 他就会检视 所有的音响啊 所有的奉献带啊 座椅啊 圣经啊 一切是不是都安排妥当 因为他觉得崇拜 专心让弟兄姐妹服事神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还有呢 周牧师带队去短宣 他都跟我们一样 我们睡福音语 所谓福音语就是教会的那个板凳 他也睡福音语 我们睡地上 他也睡地上 所以周牧师这些就是说 作为一个好仆人 无论什么事 都恭亲必道的好仆人 或者无论什么事 他都抱着一个是为神做的 所以他的用心用力 就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 因为对我们来讲 他是长辈 可是 他从来没有嫌事情大小 或者事情贵贱或者高低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周牧师插着手 指挥我们做事 他总是带着我们带头扫地 或者带头办东西 或者带头去做 去帮助人 所以这也成为我后来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常常回头来想 一个是周牧师的好榜样 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好榜样 怎么成为一个好仆人 就抱着一个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神做的 而且从心里做 不是为人做的 因为我们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为神得荣耀 那还有一个就是 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牧人 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 说好牧人 爱羊 洗羊 保护羊 帮助羊 教导羊 那我们就 我到怀恩堂的时候 我就说我到怀恩堂的时候 周牧师六十岁了 其实他已经牧会三十多年了 可是他亲自教牧道班 知道因为我是当时就我一个传道人嘛 那后来我来教牧道班 那周牧师就去做别的工作 好就是去帮助弟兄姐妹 那还有呢比方像我们刚刚讲到带队短宣 好几乎我们所有短宣队出队 那周牧师都跟我们一起去 好然后呢帮我们搬行李 好然后呢像我们有时候需要走很远的路 他就跟我们一起走路 我们一起坐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机动车 那个运木板 那个板板车 他也跟着我们就在那个山边 就坐那个板板车 他从来不会觉得他是特权 那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边缘的教会的时候 传道人就很客气 会特别为周牧师预备一个房间 就说这是给周牧师的 可是周牧师从来都不去睡 他一定跟我们睡在一起 而且他常常都选门口的 门口那个位置 我以前没有睡门口的位 因为都周牧师睡 所以从来不知道门口的位置 我就以为像守门 可是直到后来 我自己开始带短宣队的时候 那我也学他睡门口的 我才知道 哇原来门口位置不是人住的 因为风最大 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门进出进出 每一个人经过你就会被吵醒 或者每个人经过你就会被影响到 可是呢 周牧师当年的榜样 可是也成为我后来 就是不管我带福音队 不管我教主日学 或者不管我做任何的事 那我都学习 就是说的公亲必到 然后用仆人的心态 用为神 荣耀神的心态 然后呢 就是做一个好牧人 去保护这些 我所带领的这些会友 去帮助他们 那这些其实都给我 很好的学习 以及在我整个服饰 道路上面 那我自己的态度 跟服饰的一个状态 我们刚才听到多数是 周牧师作为一个 我们前面的榜样 或者是陪伴我们的朋友 长辈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周牧师都在我们的前面 这样做 亲自做出来这些 那我不知道传灵姐 周牧师有没有一些 与您特别的这种 单独的回忆 然后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呢 周牧师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爱护传道人的 一位牧者 比方说当年我们 因为教会嘛 那所有不管是当年 比方说教会的周报 每个礼拜天的 主日崇拜的周报 都是我在做 那常常呢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 我一个人 好一方面呢 就说在文字工作上呢 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些疏忽 那有的时候呢 就会错字 好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非常仔细 一再校对 一再校对 可是总是会有 遗漏的地方 那可是每次只要错一个字 那怀疑上 大概会有两百个人跟你讲 错了一个字 所以那个 然后别人不只是来指责我 好指证 那也会去告诉周牧师 可是周牧师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错误 就跑来帮我骂一顿 责备我们 他总是跑来 很温柔的 或者是很亲切的 跑到你旁边就说 全定啊 你忙不忙 你 我知道你很忙 那你什么时候交对啊 好 你交对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来跟你一起交对 那其实他虽然很亲切 好 或者说他很温柔 可是呢 他 他的态度就让你知道说 你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 可是呢 周牧师从来不会用责备的方式 好 就是来警告你 而是用协助的方式 帮你去就是面对你的错误 或者是修改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其实都让我们 这些跟随的同工非常的感动 好 也觉得周牧师就是对我们爱护有加 好 或者呢 周牧师让我们最开心的地方 就是说 他常常就会 不时的就会邀请我们 带我们去吃好吃的东西 好 然后呢 有一次呢 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说 那个时候怀恩堂刚刚改建完成 然后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处理教会的厕所 好 因为他就带我们去看厕所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带我们去圆山饭店吃饭 然后呢 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去吃饭 他的目的就带我们去看圆山饭店的厕所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们说 将来怀恩堂的厕所 就要像圆山饭店的厕所 干净明亮 好 而舒适 所以呢 后来我们其实花蛮多力气后 就是处理教会的这个洗手间 希望洗手间能够做到干净明亮而舒适 好 那你就会发现周牧师很有趣 但是呢 周牧师常常刚也讲嘛 说他不只是好 就是说有目的的带我们去吃饭 他也常常会没有目的的 好 就是说看到我们工作累了 或者呢 看到我们有的时候 在工作上遇到了挫折 或者困难 或者是一些软弱的时候 他就会带着我们这些童工 就是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给我们鼓励 所以他的这种温柔对待 以及呢 就是说那种像慈父一样的 就是帮助我们 属灵生命的提升 或者服侍的这种心力的 这种提升 其实后来也给我很多的帮助 好 那我就学习 怎么样请客 学习怎么样借着安慰 或者鼓励 去帮助需要的弟兄姐妹 而不是用指责 或者是谩骂 或者是严厉的教训 好 那其实不同的方式 都带来我们不同的成长 因为他越对我们好 我们就越努力 好 他越安慰我们 那我们就越要小心 所以其实服侍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验 好 也是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 是 我们刚才在这一段听到我们的传灵姐 他跟我们分享这位 我们许多教会界的大家长 周莲华牧师 他的故事 他是一位亲力亲为的牧师 他不但真的是这样燃烧自己 而且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也同时给这些后辈的牧人一个表率 他带他们同样的也去吃好吃的东西 告诉他们应该要适时的休息 当然 这一切的一切 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安息之中 今天在我们中间 分享的是张传灵传导 他在我们录音的前几天 他刚刚好卸下了他传导人的全职身份 他开始了他的退休人生 不过想问传灵姐 您就真正要休息不干了吗 还是您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 事实上 我其实在65岁要退休前 因为我说 我其实得到最大帮助的是 学了心理辅导 因为我们在心理辅导里 其实我们有一个工作叫做 帮助人做生涯规划 那其实在我65岁要准备退休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其实看到很多人在退休以后 好像每个人都期待睡到自然醒 可是等到真的睡到自然醒 醒起来以后 就发现说不知道要干什么 所以因为我们教人家做生涯规划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不能够对我的余生 最后一个阶段 人生的最后阶段里也这样子就是不知所措 所以我从60岁开始我就为我自己祷告 就求神帮助我能够知道说 当我真的退休了以后 我可以做什么 那后来神就给了我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教主日学 因为我从神学院毕业 我在神学院学的是教会教育 然后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 就是如何建立全年龄的主日学 怎么样去教导人圣经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以及神给我的学习 我应该要还献给神 所以呢我第一个就是我要教主日学 要教圣经 要帮助人好好的把圣经整个学一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大学退休出来以后 我就再回到教会里工作 又工作了九年 那在九年当中就是帮人读圣经 然后呢带小组叉经 带人读圣经 然后从创世纪 一直要去读到启示录 那现在呢我基本上 那个时候一方面我跟我自己挑战 一方面我也在教会 向弟兄姐妹挑战 就说谁如果愿意 好好地把圣经学一次 跟着我从创世纪 所以我们大概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然后把就约交完 那新约也进到了一个 几乎快要结束 剩下保罗书信 还剩下五卷 然后还剩下使徒行传 跟启示录 好就剩下这些圣经 那这个也就是我将来 虽然我现在从怀疑堂退休 但是我还是承诺那些 跟我一起学圣经的人 要继续 好就是一起把圣经 整个就是学一次 然后好好的来学 好好的读圣经 那第二条路呢 其实就是带人读书 那我刚刚讲说 终生喜欢读书 他也鼓励我们读书 而且涉猎各种各类的书 那后来我就养成读书的习惯 因为我发现读书 不但可以增长知识 而且可以扩展我们的 就是眼光 好所以呢 我也学会就是读各样的书 所以我的第二个就是 带人读书 所以呢我从退休以后 也是带人就是要读好书 所以呢我回到华人堂以后 我也带人读书 有一个读书 就是有一个读书团契 然后就带人一次呢 读心理学的书 一次读鼠林的书刊 那这些年下来 我们已经读了十几本书 有的非常大大部头的书 我们也一张一张的把它读完 那还没有读完嘛 所以将来我正式退休以后 我还会继续带人读书 那甚至呢我自己买房子 在综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我也想说 我一定要有个大桌子 因为我希望将来可以在社区里面 推展读书会 就在社区里带人读书 然后呢鼓励人读书 然后扩展自己知识 那最后一个 因为我觉得 我之所以可以去学心理治疗 或者教务辅导 我觉得那是神给我最大的恩典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 不但对我自己得到帮助 因为认识我自己 开始了解我自己的特质 也了解我的缺乏 而且呢懂得怎么样去处理 我自己的匮乏的部分 以至于可以更好地来做神的工作 所以呢 最后一个第三个工作 就是把我所学的能够回馈到 就是一些教务学习的一些人 所以我会进到神学院去教课 然后教教务辅导 然后希望呢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学习了教务辅导 学习了圣经辅导 学习了心理辅导 那就更多的技巧 更多的能力 可以去帮助需要的人 然后从需要者的需求里面 从他的方向 然后更有效地帮助他 而不是只从教导 或者是命令 好 那这样的话 从这个互动里 可能可以帮助更多人 所以这是我将来 就从教会退休以后 那继续教主日学 然后继续带人读好书 然后继续帮助教务辅导人员呢 可以有更好的预备 去帮助更多 就是在他所牧养的 这个羊群里面 就更有效地帮助人 我们刚刚听完了 您对退休的生活 我想这已经是相当的丰富了 我不知道 您愿不愿意给我们听众朋友 如果有年龄比较大的 但是他可能时常会讲说 我没有办法帮助别人 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榜样 这些人 您能不能给他们一些鼓励 或者是告诉我们 圣经是怎么样教导的呢 其实圣经里面就讲过嘛 说试试看我 对不对 只要我们愿意尽心尽意 好尽力去做 其实这也是我 其实在所有服事道路当中学到 那很多人 其实像我们在做教务辅导 在心理治疗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会讲没办法 其实当我们说这个没办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把路挡掉了 因为你就告诉你自己 你没办法 你不能做 所以我们的大佬 就学会了这个所谓习得无助 就告诉自己 你没办法 不能去做 可是如果你换一个观念 你告诉自己说 我试试看 当你转一个链头 就很像我们中国人讲说 柳暗花明又一春 或者此时宜无路嘛 对不对 柳暗花明又一春 所以你转一个弯 就有一条新的路 那圣经上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嘛 就是说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那实际上 我们想学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想去做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只要愿意跨入 其实你慢慢都会有机会学习 而不要成为自己的拦主 甚至你知道 其实年纪大了 多读书 多做事 多想办法 多想办法解决问题 就不会得老年痴呆症 因为我们的认知神经 就会经过刺激 然后就会发展 那你发展就会去取代那些 就是淘汰的 或者说是那些坏掉的细胞 那我们其实大老的神经是互相会取代的 那你越多做越多学 生命不断的进步 你自己可以得到喜悦 也可以把你的喜悦分享给别人 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 然后活到老 学到老 然后做一个快乐的老人 我就也希望 我甚至跟人家讲说 我有点想说去竞选 那个我们社区的主委 那很多人都跟我说 你不要不知量力 可是我觉得 如果我很希望能够在社区传福音 也许去争取当社区主委 或者社区委员 那也许我就有机会向我的邻居传福音 让我周围这些 跟我有接触的人 有机会能够信耶稣 是 我想我们听到了传灵姐她的故事 无论是从现在退休生活 往回看 往回回顾 看到她从小到大 无论是被呼召 进入职场的不适应 以及她重新拿起书本 出国念书 这一路的过程 到她又进入校园来教书 这一路的过程 我们看到了上帝 在她生命中的许多恩典 也看到了她有与别人不一样的 许许多多深刻的经历 我想在节目的尾声 我想请问传灵姐 现在请你形容 就是上帝对你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您能不能跟我们形容一下 上帝对你 你是怎么看这位上帝的呢 就像我刚前面也曾经引过这一段经文 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那我经历的这一位神 就是这一位奇妙的神 在我整个生命当中 给我能力 给我智慧 帮助我面对困难 也帮助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有一颗更新的心 有颗愉快的心 去度过我自己的每一时每一刻 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 在收音机前面 或者是听Podcast的听众朋友 他们对于这个信仰 有怀疑 有不确定 可能像您年轻的时候 这个样子的状况 您能不能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因为您也曾经走过这一段路 是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人 曾经跟我讲过一个例子 他说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 有一个补习班 你去补习 你就一定可以考上台大 可是很多人 当别人这样告诉你的时候 都存着一个质疑 真的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比较聪明 所以而且补习班那么多 我干嘛一定要进这个补习班 那我选择我自己要走的 要去的补习班 然后加上我自己的努力 还不是一样可以考上台大 可是很可能当我们自己选择 自己决定 可是最后就没考上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回头 会很就是很懊恼 说当初人家就告诉你 读了这个补习班 你一定可以考上台大 那其实信耶稣也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 只要相信 接受救主 成为你的救主 跟随他 你就必然得福 那我觉得我从小就因为单纯 妈妈这样说 我就走进教会 然后牧师也这样说 主持学的老师也这样说 所以我就单纯跟随 就照着他们告诉我走的这一条 捷径 然后呢 让我回头看 74年来回首 我觉得真的我的路径 滴满了自由 真的就是 接受他 照着他所应许的路 不需要有任何你的担忧 靠着他就必得胜 然后就能够蒙福 今天非常感谢张传玲张姐 她来到我们当中 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也非常谢谢传玲姐 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 纳入在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传玲姐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 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 还有盼望 如果您还想要更了解 这份信仰 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 我们邀请您 可以参加 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台湾的听众 我们邀请您打电话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可以写信到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云彩飞扬节目收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或者是来信 云彩飞扬节目 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Podcast平台都有播出 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 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 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 也因为您的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得到祝福 在这边 Luca要祝福您平安喜乐 云彩飞扬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苦的灰影 四处寻找我的心 问遍遍西水河河山里 我心依然无处许 哦 我曾经都彷徨 我心依然无处许 四周一无安喜途 小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心依然无处许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声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人平潮水河河山里 人平潮水带我走 哦 我曾经都彷徨 四周一无安喜途 小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告诉我 耶稣正在寻找我 他爱能够保护我 他说能够抑制我 哦 我心中的快乐 我又见到那太阳 我心静静跟随他 我真还要赞美他 朋友你竟在哪里 四处奔跑何时宜 如果你还愿意尽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他怎么足心无数 向他倾诉向他哭 他必是你的宝足 我是空谷的回应 四处寻找我的心 闻遍溪水河山里 我心依然无处寻 哦 我曾经多彷徨 本节目由旧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旧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旧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旧恩之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